1999年马来西亚居兰的慈禧志工 在加亨的观音庙举办第一场资源回收之后呢 环保效应在淳朴的村里传开 2003年有一位志工发心提供了组措 作为资源回收点 但是因为地处偏远 因此志工决定要另觅地点 找了一年多 终于租到一间小店作为环保站 此际加亨环保站启用 志工们欢欣鼓舞 揭引民众 原来早草丛生的小店 在志工们的合力付出下 换人一心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环保志工出来 也把我们家康成为 是更美好的家康 这是加亨环保站的情深 加亨资源回收站 2003年时 由志工全汇府发行免费提供 村民踊跃响应 10多年来的走回收量 超过了20万公斤 但地处偏僻 基本设施不足 志工们一直希望 有个理想的环保站 寻寻觅觅觅一年多 终于找到合适地点 今天换来这边新的地方 它的地点会比较理想 比较光 比较亮 附近还有很多村民 所以我希望 本村的村民大力地支持 持续这环保站 刚刚这个环保站 让我们想到 如果那个垃圾山 可以养活5000个人 那么我们 刚刚这个环保站 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努力 来做这个环保 去卖到更多的钱 来帮助 更加需要帮助的一些人士 启用前一个星期 志工们挨家挨户宣传 启用这天正好是每两个月 一次的资源回收日 居民带着回收物 用行动响应 期望这里不只是环保站 也是村民交流 共修的地方 大一新闻马来西亚报导 主义 没有 有 没有